山西一位27岁的农村小伙,用圆珠笔绘出的画作传遍网络,各大媒体官方微博大量转发他的作品,引得网友纷纷膜拜。 2019年春节刚过,记者来到山西省林坟市福山县诸葛村,村子离县城不远,却十分安静。 这就是这位小伙的老家,他的名字叫刘凯。 他也记不清自己从几岁开始画画,到现在已经像吃饭睡觉一样离不开了。 画画是一个从小的爱好,然后小时候到现在就这么画过来了。 它是循序渐进的,就是你小的时候是这样,然后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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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地累积起来, 到现在就几乎和吃饭睡觉是一样的程度了。 高中毕业以后出去工作了两年,当时也还在画画。 然后后来1911年吧,就开始专门回到家自己画画,就专门做这种事情。 刘凯说,画画刚开始只是涂鸦,喜欢用圆珠笔画是因为圆珠笔特别, 画出的画只有一种颜色,而且蓝色非常好看。 圆珠笔画是我高二的时候,那时候是07年,开始画圆珠笔画。 画圆珠笔画一开始就是手边只有圆珠笔嘛,手边只有圆珠笔, 然后就随手拿过来画了,随手拿过来画了,之后就开始慢慢地对待。 因为一开始画的时候也是那种涂鸦级别的,没有怎么用心, 后来慢慢地就开始用心对待。 2014年,她把作品发到网上,渐渐有越来越多的网友喜欢她的作品。 2015年,各大媒体的官方微博开始转发她的作品, 一些媒体也对她进行了报道,这种热度一直持续到现在。 2013年秋天的时候就觉得,突然之间觉得画画得很好了一下子, 画画得很好了,然后2014年把画发到网上,也有很多人看嘛, 可能大家也觉得挺好吧,确实。 2015年的时候是突然,算是活了,2015年突然活了, 这个作品也被人认可,被大众认可。 这对于自己好像是一种,也是一种信心和鼓励吧,应该也是一种鼓励的。 在尝试圆珠笔作画小有成就后,她开始使用钢笔作画。 后来14年,14年秋天嘛,就开始转化钢笔画。 钢笔画和圆珠笔画的区别不是很大,简而言之是蓝色和黑色的区别。 蓝色看起来比较唯美一点,然后黑色就严肃厚重一点。 你想表现你所画对象的它的质感,它的明暗之类的, 你只能通过线条的排列,线条输一点或者密一点,来体现出灰度。 刘凯的作品大部分是古建筑和雕塑, 因为山西素有中国古建筑博物馆的美称, 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国前列, 这为它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选题和灵感。 对于以后,刘凯打算一直画下去, 把山西民间的古建筑都要画一画。 把我们山西好好走一走, 那些新散在民间的一些古建筑、寺庙都可以去看一看, 都可以画的,真的是都可以画的, 这个不是说什么好听的, 我发自内心的喜欢那些东西。 我们去了那些东西。 我们去了这个建筑, 大家可以画的一幅市,